看完试预赛的这四场比赛 你还有理由不喜欢徐杰吗 可以肯定的说 徐杰是杜丰这支国家队六名后卫中 表现最为出色的一名 曾经被网友嘲讽 不能打入人亡的徐杰 如今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第一站澳大利亚南篮 徐杰成为了郭艾伦和周琪身边最佳的帮手 在场上不占任何的球权 不会浪费任何一次的出手 不停地在跑动寻找后卫的机会 尤其是在末节时刻 徐杰与郭艾伦的联手 更是让中国南篮一度看到赢球的机会 虽然最终没能创造历史赢下澳大利亚 但是徐杰的发挥已经让他成为 中国南篮最稳健的后卫 第二站 台湾 在其他球员疯狂得分的时候 徐杰甘心地成为衬托队友的绿叶 把自己的重心放在球队的组织上 平平为队友送出助攻 整场比赛 徐杰也是拿下了11分 三个篮板三个助攻的数据 第三站 澳大利亚 中国末节崩盘 大比分输掉比赛 徐杰也在这一场没有延续自己的发挥 最后一站 台湾 徐杰彻底出敌反弹 打出本届是预赛自己最为出色的一场比赛 无论是进攻还是组织 徐杰与场上的任何一位队友 都会快速地产生化学反应 与周琦的内外配合更是巧妙绝伦 徐杰的每一次传球都能让周琦恰到好处的街道 也让周琦打出了本届比赛中最为轻松的一场 最后一站中 徐杰全场拿下了10分4的篮板三助攻 帮助中国南篮顺利地晋级下一轮试预赛 希望徐杰能够保持自己良好的状态 在不久之后的亚洲杯上能够帮助中国队取得加紧